说到童星 相信也能说出很多 像是张艺山、杨子、关晓彤等 如今张艺山作为演技实力小生 颜值那是妥妥的在线 杨子和关晓彤也是一样 颜值不在话下 俗话有人欢喜有人愁 有的童星在成长中并不是很顺利 有的是因为心路不顺 有的则是因为颜值下降 下面小编来盘点几位那些长残的童星 看到这张照片估计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季回忆录中扮演张子怡小时候的小千代 相信大家都跟小编一样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真的被惊艳到了 甚至在想这长大该是如何的祸国殃民 不过让人可惜的是 长大后的小千代让人失望了 不能说是长残了 但是少了小时候的那种灵气 骂骂 洗脚 曾经这个小朋友有让多少家长都喜欢 年纪轻轻的就十分有孝心 而且这模样也是十分的可爱 长大后的油耗我然 可谓是变化大了 尤其是在体重上面 在变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犯的 可惜了 这个小孩看过哈利波特的都知道 帅得一逼 长开了更是不得了 再大一点 好吧 人到中年你已不是你的小李子 长残低经典人物 相信大家都知道 年轻时候的小李子 可谓是颜值巅峰 这就是真正的放飞自我 能有几个多做到这么的潇洒的 我已经玩不了玩水枪的小李子了 还有哪些没有列举到呢 欢迎大家留言告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